第一军情作者,朗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在美国作出对伊朗的制裁决定,并威胁禁止他国与伊朗继续做生意之后,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发提克登梅兹表示,尽管美国对德黑兰实施制裁,安卡拉仍将继续购买伊朗天然气,登梅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能源安全对我们非常重要,我们与伊朗有天然气合同,其有效期到2026年,我们将继续执行合同。 他补充说,美国制裁伊朗的决定是单方面的,而土耳其从事的是合法贸易,作为中东地区美国重要的军事盟友和北约成员国,土耳其的这一决定无疑等于是在对美国公开叫板,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的对一政策。 特朗普8月7日曾发推文说,美国对伊朗祭出的新制裁,会是前所未见的最严厉制裁,任何人跟伊朗做生意,就无法与美国做生意。 美国官员近几周表示,他们的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,借此施压得黑兰当局停止核与导弹计划,以及介入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冲突。 土耳其的决定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仅在中东地区都无法行得通。 不仅如此,土耳其还与美国针锋相对地开战了相互制裁行动。 美国财政部8月1日宣布,因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,至今仍被土耳其监禁,美国财政部决定对土内政部长与司法部长实行制裁。 这时美国政府首次对北约成员国时施经济制裁,埃尔多安政府之后随即宣布对等报复措施,冻结美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土资产, 从前期的相互制裁,到现在的公开对美国制裁伊朗说不,作为北约盟友的美国和土耳其已经呈现禁骨斯破脸的架势。 对此,美国朱利国家安全顾问朱利安史密斯说,这意味着美土关系已经处于危机之中。 分析人士指出,土美关系不断恶化的现实,暴露了两个重要的北约盟友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深刻分歧,双方持续对抗将加剧北约内部分化,让业维混乱的中东局势更加复杂。 俗话说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美土关系渐行渐远,是多种因素协调综合促成的结果。 近年来,导致美土关系再度急转之下,的一个争议焦点,是美籍牧师布伦森案。 2016年7月,土耳其发生北岁军事政变,政变平息后,土耳其方面逮捕布伦森,指控他从事反政府间谍活动,美方就释放布伦森一事与土耳其方面多次交涉,但始终没有结果,随着口水章不断升级,直到演变为相互制裁。 除此之外,美土近年来还在多个方面存在矛盾,土耳其政府认为,乔居美国的宗教人士,居伦,是2016年政变的幕后主谋,并将其领导的居伦运动变为恐怖组织。 土方多次要求将其引渡回国接受调查,但至今遭到美国拒绝,土耳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,扶持霍尔德武装,的做法抱有强烈的,反对态度。 因为这关系到土耳其的领土安全问题,而土耳其决定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惹目了美国。 美国曾威胁向土停售F35战机,土方则威胁收回美空军基地,最后,就是制裁伊朗问题。 作为伊朗油气的重要买家,今年前四个月,土耳其从伊朗进口原油超过300万吨,占土耳其全部原油进口的55%,土耳其作为缺油国,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高度依赖。 美国的制裁直接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。 今年以来,美土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升温。 为了牵制美国,土耳其则有意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。 这让美国感到十分担心,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北约国家,美国需要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,更不愿看到土耳其倒向俄罗斯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东南亚访问时仍不忘强调,土耳其是北约盟友,美国非常愿意和他继续开展合作。 但是,话又说回来,美国一方面强调土耳其的重要性,想让土耳其为其中东战略效力。 另一方面,又丝毫不顾及土耳其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,在诸州问题上直接做出危害土耳其国家利益的行为。 这不能不引起土耳其的警惕和反弹,让土耳其逐步走向美国的对立面。 土耳其对自身的定位是地区大国和强国,埃尔多安更是公院的中东地区政治强人,在外交和安全防务上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。 特别是,近年来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意愿不断增强,这使得他与美国等传统西方盟友兼在战略方向上的矛盾日益凸显。 尤其是美国在叙利亚支持库尔德武装的做法可能让土耳其和俄罗斯、伊朗进一步走近,这将让土耳其和西方的裂痕进一步拉大。 土耳其公开与美国唱反调的做法显示出,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问题上,没有哪个国家会屈从美国的压力和威胁,各国不会出于服从美国的战略需要而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。 美国的单边主义不仅在国际社会行不通,即使他的盟友也不但于为维护自身利益与美国硬扛到底,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。 伊朗外长扎里夫曾表示,如今全世界都已经表示,他们不会遵循美国对伊朗的政策。 美国要孤立伊朗,最后孤立的可能是美国,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,第一军情开通抖音账号了,请大家多多关注哦。